网友1月13日最关注的话题 莫过于众星云记的微博之夜了 几乎是每个年龄阶段流量出挑的圣花都有参加该盛典 为此各家粉丝卯足了近抢票和做数据 作为关注度和话题度同时兼顾的活动 微博之夜是演员自身流量真实与否的试金石 所以会受到网友和粉丝的频繁关注十分正常 果然因为关注度过高 所以活动产生了较多爆款热搜 引起了不少演员粉丝和吃瓜网友在线讨论 可以说微博之夜从宣布演员阵容到真实举办 每一刻都充满着无法预测的惊喜 与明星都打扮得光鲜亮丽 力图让关注活动的粉丝和网友眼前一亮 进而为其颜值所折服 男明星们都穿着各种品牌的高定力服出场 或黑或白 展现自己俊美精致的五官与清卷的气质 正是因为有各种出圈的名场面 所以微博之夜总是能有极高的关注 明星才刚走完红毯 就已经有许多相关话题成功出圈 登上热搜并引发网友热议 由此可见 微博之夜不仅为演员和民导的交流提供了机会 更是粉丝和网友吃瓜的重要据点 不得不感叹 微博的面子还是大 能将这些年颇有流量的生花聚在一起 怎么不算是一种本事呢 毕竟因为演员合作平台的不同 其他的声点活动可没有这么大的排场 当然 在明场面评出的微博之夜 最受粉丝和网友关注的一点是 迪丽热巴没有走红毯 作为总是能凭借红毯经验众人的名艳大明星 迪丽热巴的红毯总是能轻松咽压其他女星 不仅会带给大家无与伦比的视觉体验 还能让上升的高端礼服缓发光彩 虽说因为更换造型师的缘故 迪丽热巴近来参加活动的几场造型 都被粉丝和网友吐槽 但赤瓜网友还是比较认可 迪丽热巴的红毯杀伤力的 毕竟长得好看 神采火辣的女明星谁能不爱呢 就是因为迪丽热巴在各红毯中的表现较为惊艳 所以许多网友对于迪丽热巴的印象就是坦星 但换个角度想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层面的认可呢 其实关于迪丽热巴不走红毯这件事情 在活动之前就有行销号爆出来 迪丽热巴在同一天参与另一场活动的录制 时间来不及走红毯 不过形成紧张倒也可以理解 身为粉丝和网友都认可的顶流女明星 迪丽热巴不仅在商务代言和影视资源方面一起绝尘 更是深受各大晚会升典的喜爱 虽说迪丽热巴没有走红毯的事情 让不少粉丝和网友一难评 但好在迪丽热巴最终成功出现在了那场 关于迪丽热巴来了的话题词条 在一瞬间登上了热搜 后面还坠了一个鲜红的豹子 由此可见 粉丝和网友在时刻关注着迪丽热巴 是否赶得及参加那场的活动 顶流女明星的影响力果然恐怖如斯 当然除了迪丽热巴外 这场活动最受瞩目的还有赵丽颖没来参加 自从确定转型方向后 赵丽颖开始一头栽进电影圈 不论是配角还是客串 只要剧本够打动人 角色够具有挑战性和层次性 就能得到赵丽颖的认可 正是因为赵丽颖有多部爆款影视剧的积累 所以在选剧本方面 肯定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法则 而赵丽颖也总是能交出 让粉丝和观众满意的爆款作品和景点角色 所以粉丝和观众对她参与的电影也是十分期待 不过之前有行销号码透露 没有参加微博之夜的明星 会被微博拉黑 并额外赠送一年的黑热搜保两套餐 这个说法令不少网友苦笑不得 像微博这样的大平台 不会那么小心眼的 谁知在微博之夜当晚 关于赵丽颖运期独自买母婴用品的话题词条 就迅速登上高位热搜 引起网友热议 大部分粉丝的注意力 都放在转移网友视线和安利作品上 谁知赵丽颖本人更绝 直接借用这个热搜词条 宣传自己将要上映的新电影第20条 这个秀极了的公关方式 让少粉丝和网友都赞赏不已 能在谈笑之间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热搜 迅速化解掉 还能借视宣传自己的新电影 可以说赵丽颖这波完胜 除了迪丽热巴没走红毯和赵丽颖遗憾缺席外 最受关注的还有2022年的两个大热CP 乌鲁可逃和地心引力 虽说这四位演员已经进行解绑 各自向前走了 但曾经真情是敢熬夜追剧 和可CP的粉丝们却不能轻易释怀 拼命寻找四人之间的糖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被他们给找到了 有人拔出赵露丝和吴雷的项链属于同款 并为这个惊喜的发现而快乐不已 于是关于赵露丝和吴雷两人项链同款的话题 迅速登上热搜 引发粉丝和网友的热烈讨论 部分网友表示 这口陈年老堂终究还是被我磕了 当然两家粉丝都是抱住 不理不睬不加热的平静状态 于是不久后该热搜便成功的退了下去 本身明星对于CP捆绑这种事情都极为反感 但因为这几人目前的卡位都相近的缘故 所以主办单位也没有办法将这几人安排开来 所以就出现了极为尴尬的混搭做模式 这样一来 CP粉们渴望的同框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虽说CP粉的存在 会影响年轻演员日后的发展 会让将要合作的对象存在不满和顾虑 但靠据走红的大流量 一般都伴随住大事CP 年轻生花们钟爱的古偶剧 想要成功火出圈 在一众影视剧中获得存在感 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官配CP的合体营业 虽说后续结榜会很麻烦 但双方都能够吃到红利 也能够提高剧的播放量和讨论度 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 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微博King和微博Queen 当晚微博King是猪一龙 微博Queen是杨子 尤其是杨子再次获得微博女王的殊荣 更在网上掀起强烈讨论浪潮 尽管年纪尚小 但她以细腻真诚的表演风格 总是让观众感受到真挚难得的亲和力 从消灭沉沉浸如霜的紧密 到亲爱的热爱的的方志然 她塑造的每个角色都能深入人心 而在长相思中 饰演的小妖更是感人至深 成为2023年最受瞩目的电视人物之一 正是凭借这部热门剧中的精湛表现 杨子再次在万众瞩目下 荣登微博女王之巅 这无疑是对她多年来精湛演技 与艺术成就的一次最好证明 尽管荣英三连冠 但在典礼当晚 杨子的座位安排 还是引发了粉丝的质疑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迪丽热巴的位置明显更接近中央 而且作为号码也比杨子低 这似乎暗示住待遇上的差异 粉丝们纷纷进行讨论 怀疑组织对杨子的安排 是否不如对迪丽热巴优厚 而且迪丽热巴上台零将时 通台的还有业界顶级明星 这也让部分网友感觉 迪丽热巴的擂台更高 虽然组织方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但粉丝们的质疑和讨论 仍在持续发酵中 回顾整场盛会 可以看出组织方对不同明星的安排 确实有明显差异 例如中央最显摇的位置 作用华年表演审议值的胡歌 而迪丽热巴 虽未如胡歌般精湛的演技 但国内知名度较高 座位也异常优越 而杨子的位置相对偏厚 与他在业内战和影响力并不相符 这反映出组织方安排明星位置 可能不仅考虑演艺实力 更看重目前的商业价值和热度程度 在人气和曝光面不如迪丽热巴的情况下 杨子的位置安排自然无法与后者相比 不过这并不影响粉丝对他的认可与支持 杨子仍将以更精彩的表现回馈广大观众 进入2024年 杨子与迪丽热巴都有新作上线 两位影后新作之多 必将用精彩演技 祝娱乐圈迎来丰收的一年 他们在2024年的表现 相信还将赢得更高的关注